借墨西哥总统罗培兹宣布确诊之后 商界大佬电信大亨史玲也证实染疫 最新消息我们交给欢宇国际中心记者 郑玉轩带我们了解 好的主播 史玲的长子推文 史玲正在一家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大有进展 随后发言人 史玲的女婿也证实消息 而且再过两天 就是史玲81岁生日 目前看来有望还能还请大寿 发新社报道在这之前 史玲还透过自己的基金会 为墨西哥与阿根廷提供精源 生产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根据复笔市数据显示 史玲创办了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 因为持有大部分股份 累积599亿美元财富 高达相当台币1.7兆 不只成为墨西哥首富 以及拉丁美洲最有钱的人 在全球也是排名第21位的富豪 甚至在2010年到2014年 还蝉联世界首富宝座 主播 救命的疫苗有多重要 尽管新冠病毒一再传出变种 但是根据美国生计公司莫德纳表示 疫苗对于英国跟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 依然具有防护力 莫德纳表示 研究人员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八个人 以及两只领长类动物身上采集血液样本 发现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 对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并无影响 不过对于南非变种病毒产生的抗体反应就比较弱 莫德纳强调 目前疫苗仍显示对于变种病毒有效 但为了以防万一决定推出更能对付南非变种病毒的强化版 提前做好准备 考虑两剂变成三剂 可能是多打一剂现有疫苗 或是追加一剂针对变种病毒新设计的疫苗 金融时报报导 莫德纳正准备和美国国家卫生院合作 展开规模数千人的人体实验 受试者分成两组分别注射原始版本疫苗和升级版本 也同时将测试施打剂量必须要追加多少 另外欧盟重炮抨击阿斯利康疫苗的供应大厂 原本他们谈好三月底之前要交付的疫苗量将要大砍六成 因此要求厂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根据媒体报导 在澳洲还有泰国 同样也出现疫苗供应量变少的状况 欧盟率先向阿斯利康疫苗供应商发难 批评厂商在供应欧盟疫苗上做的不够多 不满厂商原本说好 三月底前要达成的供应量可能无法达标 欧盟表示已和阿斯利康高层表达不满 而事件起因是因为厂商表示阿斯利康供货量将会大砍六成 约三千一百万剂 因此欧盟出了要求要迅速交出疫苗 还有厂商公布生产和配送的数据 这回应起来 其实是欧盟要面对另一项难题 因为一月初时 另一家大厂辉瑞疫苗的供应商同样宣布要暂缓疫苗供应 而事实上阿斯利康疫苗不止在欧洲 媒体报导包括澳洲和泰国同样受到冲击 同样面临疫苗公益转小状况 一号巨变特别气话还要带您探讨各国的失业潮 以及日本出现一个新名词 新平世代 受到疫情冲击 全球流失两亿个工作机会 更加剧贫富不均的现象 根据国际慈善机构乐师会发布的报告 疫情期间反而让亿万富翁更加的有钱快速致富 但反观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 却要花十年以上才能回到原本的正常生活 同时全球劳工的收入去年更是骤减3.7兆美元 许多人被迫转行或者兼职开启事业的第二春 不顾天气寒冷 英国伦敦大街上出现大批排队人潮 全都是为了领取食物援助 新冠疫情不仅危害民众健康 似乎也加剧世界贫富不均情形 国际慈善组织乐师会公布报告指出 地表上最有钱的1000人只需要短短9个月就能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 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却可能要花10年以上 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包含像是电商龙头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 以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和脸书执行长祖克勃等全球十大富豪 2020年3月到12月的财富净值增加高达5400亿美元 不过讽刺的是这些金额已足够让全世界人口施打疫苗 这让慈善组织直指亿万富翁的存在就代表体制不健全 根据统计全球亿万富翁总财富截至2020年12月达到11.95兆美元 相当于G-20集团政府疫情复苏总支出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不过一般的劳动阶级人口就仿佛活在平行时空 根据研究贫穷国家的工人在疫情之下有超过一半生活在贫困当中 且全球有约四分之三的工人无法获得社会保护 可以想见全球正职工作的流失数自然更为惊人 全球好几亿人口收入顿时大减也让不少人开始萌生兼职念头 像是证明来自约旦的民众就开始卖起甜点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 全球劳工收入去年骤减达约3.7兆美元 让民众不得不开始寻找事业的第二春 丹娜就说不再危机关头开启副业 收入恐怕岌岌可危 慈善组织呼吁开征富人税 也助解决贫富鸿沟 加强保障劳工 让全球人民不应疫情陷入贫困 改善极端不平等现象 华语新闻林博宏综合报道 不管东京奥运办不办得成 日本的疫情重创了经济 这是大家都可以见到的事实 原本薪资不稳的打工族 也瞬间成为了贫困新族群 现在有非营利组织伸出了援手 在街头上面发送爱心便当还有物资 一天光是一个据点 就有两百多人领取 相较于去年暴增了将近三倍 这些新出现的贫困族群 恐怕会成为日本社会潜在的喂爆蛋 日本街头打起零食摊位 尽管入业排队人潮不减反增 多数人都是来领取免费食物 疫情重创经济过去半年 最本至少超过五十万人失业 从事建筑工程的御医郎 挨饿好久好不容易才找来这里 他说像他一样的卷越来越多 还曾经亲眼看到有人活活饿死 数据显示在日本年收两万美元以下 至少超过一千万人 而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多数领低薪的打工族 因为疫情生机难保 也让情况更加恶化 尽管非盈利组织主动升援手 但还是先请隐忧 非盈利组织认为需要帮忙的人 恐怕比眼前还要多更多 此外研究显示 日本失业率每上升百分之一 年增三千人自杀 像这样因为疫情穷困人口增加 也成了日本社会难以掌握的 未报代 关于新闻 严馨怡 综合报道 还要关心的是 叙利亚内战将近十年 连带出现了经济崩盘 还有物价飙涨的情形 民众的生活水深火热 有的妈妈还只能带着小孩捡垃圾维生 寻找还算干净的食物来果腹 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来看 从2019年底以来 叙利亚有高达930万人 面临粮食危机 垃圾车才缓缓使劲 一场妈妈就这样带着小孩 直接跑上车搜刮垃圾 妈妈面带微笑对记者介绍女儿 地点却是在臭气冲天的垃圾山 叙利亚内战近十年经济崩盘 叙利亚棒宛如毕指 无奈物价飞涨 一家之主也只能带小朋友 在满坑满谷的垃圾中求生存 根据联合国粮食援助机构表示 自2019年11月以来 叙利亚全国各地的粮食价格 已涨为三倍 于是叙利亚老百姓 就在外界眼里的遍地废物中真实 一番争抢之下 小朋友发现面条 妈妈还找到面包 已经算很幸运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时 美元对叙利亚棒汇率约为1比47 不过随着叙利亚棒大幅贬值 目前黑市美元对叙利亚 汇率约为1比2900 逼得叙利亚央行不得不发行 5000叙利亚棒新纸钞 来因应通货膨胀 但人民生活早已水深火热 根据联合国统计 南韩政府积极推动绿色经济 而总统文在寅日前承诺 要朝着碳中和的目标前进 立平在2025年之前 要让上百万台的环保车上路 不过越来越多人购买新能源车辆 但是充电站却是供不应求 这也引发了许多争议 上下班尖锋十段道路塞满汽车排放大量废弃 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不少南韩民众改购入叫环保的电动车 政府大力推动提供车主折扣补 补贴更增设新的充电站 促使去年南韩本土环保车辆销售 首度一口气突破20万辆 加上国际品牌总卖出比前一年飙升近59% 然而路上跑的电气化车辆不断增加 能源补充站供不应求又常常问题一堆 找不出问题民众相当无奈 花了大笔钞票买电动车却无法充电 一连串破网文章全都在抱怨充电站 诸多问题也有记者实际到现场发现 五台机器中就有两台故障 因此政府预计今年上半年再贴100多个充电站 因应新能源环保车辆潮流 不止南韩海外电动车市场规模同样不断扩大 未来发展势不可挡 国际厂牌纷纷投入研发电气化车型 南韩业者和政府也期盼 但今年环保车上级起飞 有望带动产业融金 环选杨琴中不倒 聚焦美国政坛新人新气象 不过拜登政府也并不是逢川必反 例如25号 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推动联邦政府加强购买美国货 美国政府每年采购合约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 拜登表示会指示各个部门检视采购情况 加大投资从工会到企业本身整条供应链 并提高价格差异 让承包商更难向政府兜售外国货 拜登也与带玄机提到 在疫情底下美国不能继续依靠一个 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来捍卫美国人民 似乎就是在暗指中国 美国进入拜登时代 也可以看到女力撑起一片天 最新消息财政部长人事案正式通过 由前联准会主席叶伦担任 也成为232年来首位女性的财政首长 目前是拜登政府第三位 通过人事任命的内阁成员 美国联邦参议院表决确定 由前联准会主席叶伦出任 新任财政部长 以84票对15票通过提名 叶伦成为美国首位女性财政部长 曾经掌管联准会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 她拥有丰富精力加上专业经济学家的背景 将有助拜登经济政策走向 预计上任后将极力争取 国会通过共和党反对的 1.9兆美元疫情索困方案 另外同一天参院外交部也正在表决 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任命案 有望在这个星期获得全院同意 成为继夜伦后第四位获准的拜登内阁官员 目前弹劾案持续进行当中 众议院已经将弹劾文送交到参议院 最快在美国当地时间2月9号 就会展开相关审讯 不过川普倒是看起来老神在在 25号他在佛州正式成立办公室 发布声明强调自己永远会为美国人民而战 是否既往角逐2024年总统大卫 带您来掌握川普最新动态 弹劾川普煽动叛乱鼓励支持者闯入国会 美国联邦中议院正式将文件提交参议院 推特最快2月2个星期展开审理 参院百名议员将作为陪审员决定结果 一旦通过川普恐将终身失去担任总统的机会 然而除非有3分之2的议员 也就是至少17名共和党人倒戈 同意通过弹劾 否则外界预料通过审判的机率可能不大 难保川普2024年卷土重来 众人持续关注卸任后的下一步 传言川普可能脱离共和党自足新的党派 不过前白宫资深顾问米勒打破谣言 透露川普已经表态无意组织政党 反倒表示首要之务会协助共和党 在2022年重新拿下参众多数席次 美中互相角力拜登新政府的挑战正要开始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对内日益威权 但对外日益独断的局势 白宫发言人杀其形容 美中两国正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 并且强调总统拜登会以战略性的耐心 来处理中国议题 国务院方面也透露 拜登将会采取全面性策略 防堵中国企业滥用与盗用美国数据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首先面对与中国外交近期 如履薄冰的关系 对此白宫发言人莎其也表达了新政府的立场 白宫方面重申两国棘手问题暂时会以耐心来处理 不过也不忘提到不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领域 北京政府对外的威胁 尤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一席话 提到国际合作 美国新政府除了强调不会改变拜登的做法 更表示会采取新的对策 接下来几个星期也会和共和民主两党合作 来因应新的挑战 同样跟中国相关的话题 印度媒体报导 中国还有印度边境22号再度发生了肢体冲突 根据了解双方没有开枪 而是用棍棒还有石块互殴 至少造成24人受伤 根据今日印度最新报导 中国解放军巡逻队伍22号在印度北部 习近的纳库拉试图越界 遭到印度士兵阻拦 双方于是爆发大规模肢体冲突 虽然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武器 双方仍因为斗殴导致多人挂彩 印方表示打伤20名中国士兵 同时有4名印军受伤 但随后印度军方声称 双方只有小规模对峙 中国对于细节也不愿多加证实 中方敦促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边境局势 复杂化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 中印两国几个月来一直试图讨论 解决边境僵局结果却不尽理想 两国军队最高指挥官24号 才刚举行第九轮会谈 却仍未达成任何共识 有专家分析这是北京当局 在测试美国新总统拜登会做何反应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 发布的最新公告 自6月起将要永久禁止 59款的中国手机APP 这包括有Tiktok、百度、WeChat 和阿里巴巴旗下的UC浏览器等等 由于印度和中国边境的驻军 刚刚看到了再起冲突 所以印度官方突然就宣布 多达59款的中国手机应用程式 从6月开始将被永久禁止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印度官方因为不满这些中国公司 回应印度政府提出 包括讯息收集和数据处理方法 以及数据安全和隐私等问题 才会下令禁止这些公司的手机APP 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发出了呼吁 希望两国能够回到对话协商基础上 使得两国人民互利共赢 叙利亚政经局势动荡 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尽头 另外在印度去年9月政府通过农业三法 几个月下来不断的引发农民激烈抗争 如今传出冲突再升级 就在26号印度的国庆日 大批群众聚集在首都新德里 环宇国际中心记者郑玉轩 要带我们了解 农民开着一万两千辆的义影街义影车 上街来示威场面有多混乱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现场摧磊瓦斯 引爆声响彻云霄 示威者甚至开着农具义影机 冲撞被当成路障的巴士 一旁不少民众也和现场为安警力起冲突 顿时手中棍棒和菜叶满天飞 根据综合外媒报导 政府与农民团体 已经进行九轮谈判但没有结果 前前政府提出 清法暂缓一年半执行 提议也遭农民驳回 坚持除非废除新法否则不罢休 这场示威涉及1.5亿印度农民权利 专家警告恐怕会成为总理莫迪 上任7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因为农业组织人马和资源充足 经得起长期抗争还能吸引莫大关注 示威团体也呼吁农民 抱持冷静采取非暴力喊话 才能得到当地更多人支持 印度政府的农业三法松绑政府监管 希望推动农业贸易自由化 并且让企业参与建立更好仓储与销售的管道 没想到引发农民激烈反弹 声称失去政府的农产品保证收购价格 小农还得受大企业驱使 主播 另外希腊向法国政府购买了18架的飙风战斗机 预计砸下30亿美元 要反制土耳其的武力威胁 目前出访雅典的法国国防部长帕利 他和希腊政府双方正式完成一项新的军事采购合约 希腊政府决定要斥资30亿美元 向法国购买18架飙风战机 而法国政府对希腊的决定也表示肯定 成为了第一国国欧洲的第一国 在购买这艘船的军事 在这种艇和技术的技巧 在超级的技巧 在超级的技巧 在毫无缓的效果 在毫无缓的效果 我非常幸福 在这种选择成为了质物 和这种选择成为了欧洲 帕利指出希腊是第一个购买法国 飙风战机的欧洲国家 而希腊国防部长尼古斯 则是将矛头再度指向土耳其 在这种选择成为了购买法国 的购买法国 也感谢法国在国防上的强力支持 而除了战机 法国预计之后 会再向希腊政府提出更新护卫兼的建议 借此对抗兼特尔其 日益提升的海上十字 回到新闻现场 指挥中心今天表示 公费流感疫苗总接种数 大约是600万剂 因为去年接种状况踊跃 所以共增够了40万剂疫苗 从1月30号开始 公费流感疫苗 扩大提供给全国6个月以上 没有接种的民众来施打 常常排队人龙 这是流感疫苗刚开打的盛况 就怕一般感冒和新冠肺炎傻傻分不清 民众都想接种自保 现在1月30号 开放全民都能施打公费疫苗 1月30日起 公费流感疫苗开放全民接种 我们有40几万剂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打的人 可以尽量来1月30号以后 流感季到目前为止 只出现一例重症 但要小心就诊人次 比上周上升5.6% 不过已经明显低于前四个 流感季同期 为了延续这样的保护力 开放全民施打 而且有35万剂 是新进口的新疫苗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然后跟那个鸡蛋无关的 制造的一个非活性疫苗 那这个疫苗 目前都是只有公费使用 新的疫苗和传统最大不同 在于不用经过鸡胚胎技术 降低疫苗偏差反应 剂量也多了三倍 不过李秉颖说 不是人人都适合 这个疫苗目前为止 在18岁以下是不能接种 因为它还没有 它很新 所以还没有一个 18岁以下的 临床试验的资料 另外自主健康管理者 也要起满后才能施打 避免接种后 发烧肌肉酸痛等副作用 和染疫症状混淆搞不清 反倒增加防疫困扰 来关心疫情相关讯息 布图群聚感染发生以来 今天是第二天本土零确诊 但是匡列隔离人数 加上回溯之前医院员工 新增到3262人 而且指挥官陈时中说 可能会持续增加 明后天将是台商返乡回台 拘减人数最高峰 上看5万人 外界也担心 确诊人数会不会因此暴增呢 陈时中要大家放心 预估确诊率只有千分之0.5 本土的案例并没有增加 好休息 台湾又零确诊 这是桃园医院爆发群聚以来 第二天本土挂零 但匡列人数仍在持续新增 那医院这边 也多增加了一些检疫的人 总共是476人 医院的员工的部分有252人 也现在总共匡列是3262人 那这数目还会持续在增加 从25号公布要找23位匡列者 目前只剩1人没联系上 需要隔离的则增加到3262人 不过同栋 11楼被上下都有 确诊病房包夹的护理之家 其中护理师却没被匡列 除了护理师外 11楼护理之家一采 扣除一名请假员工 其余89人全是阴性 目前不考虑二采 除了本土疫情的内忧 全球疫情确诊冲破1人 避免外患 指挥中心再延长禁止 外籍人士入境政策 但春节廉价倒数 返乡台商已经陆续涌入 预估27 28号 居检人数达到最高峰 上看5万人 就怕疫情大爆发 以往来看的话 大概在有发病的 大概是千分之零点五 这样的一个数目 所以这个对防疫 还是在我们现在 不管是从检疫的量能 或者将来医疗量能 我们现在应该 可以这样子对付 这样的一个情况 信心看待台湾防疫 本土连两天挂邻 但迎接春节返乡大震仗 指挥中心仍需严正以待 淮宇新闻杨阁 黄云竹台北报道 真的不能大意 虽然按889 890的足迹已经公布 但是到现在都还找不到感染来源 这也让邻近的北北桃生活圈 民众是相当恐慌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已经做好全市大清销准备 台北市卫生局也针对捷运 防疫旅馆等热点 每周都会进行例行性的消毒 另外桃园市巴德区 因为案889 890曾经造访过 市府也出动了化学兵大规模消毒 货目镜口罩还有全套隔离衣 国军33化学兵裙 穿戴完整装备 准备展开大清销 从公園到厕所通通不犯过 除了国军桃园防疫消毒大队 也加入行列 针对桃园巴德区二十四个里 一一消毒 桃园市长郑文燦全程景丁 今天要完成巴德大南地区的消毒 那等到这些足迹热区消毒完毕 那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分区来慢慢消毒 就是因为案88 9 890曾经造访 国防部出动三十六位官兵加環保局 四十位队员矛起来消毒 只是警官已经公布足迹 两例确诊个案感染源还是不明 就怕北北桃生活圈成为防疫破口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随时准备好全市大清销 台北市卫生局也不敢大意 每周就针对捷运进行两次的消毒 那针对防疫旅馆进行一次的消毒 捷运车站按时消毒 民众同样提高警觉 桃园到台北不过是二三十分钟就到了 很多都在台北工作 很多台北在桃园工作 已经扩散开来了 因为很怕就是如果不小心得到怎么办 吃饭之前把喷喷手拍到桌子之类的 对抗看不见的危机 民众口罩酒精不离身 感染源不明情况下染疫恐慌 持续扩散 接下来看到布桃群聚疫情爆发 导致人心惶惶 而紧接着要迎接的是春节廉价 有大批的台商返台 或者是南来北返的移动 就怕本土疫情流窜 交通部也将在明天要讨论 那双铁是否禁止饮食 以及贩售自由做 军节返向做双铁习惯配个家乡味便当 但是桃园疫情爆发 双铁要不要加强防疫措施 能不能在车上吃东西 甚至卖自由做 仍打上问号 在明天召开应变会议 然后也会跟指挥中心来报告 那采取一致的行动 最高峰的话 应该是在初二最高 只用国五的话 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 比开车介绍到 三十分钟以上的一个时间 就怕春节返乡 一个不小心 导致疫情大爆发 大众运输防疫政策 民众都在等着看 而七天春节廉价 有预期大批 南来北返的移动民众 可能塞在国道上 另外因应大批返乡的台商 部长林佳龙也在脸书呼吁 入境旅客 已经从去年每天一千人 增加到超过三千人 因此在提高国门边境管制 没有检疫居所的入境旅客 通通禁止回台 防疫旅馆或居家检疫 一人一户的要求 而且拒绝 如果有违反 也一定会 重罚 回台除了必备登机前三天 核酸减年阴性 还要确保定到检疫居所 包含自宅防疫旅馆及隔离所 违规可罚十万到一百万 就怕春节期间民众群聚过年 激增本土疫情流窜 各项防疫措施都不能松懈 文宇新闻杨阁 黄宇竹台北报导 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 现在桃园医院匡列人数持续增加 甚至还有不明感染源病例 让北台湾民众是人心惶惶 指挥中心也提醒民众 应该要把防疫作为再升级 从户外公共场所到家中 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细节 而在消毒的过程当中 从公共场所到大众运输系统 有哪些防疫小技巧 学童们在校园内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带您来看我们这么说 news talk 神肯地呼吁所有的民众 计划性地出去外面 出去之前先把防护的东西 先准备好 你该戴一层还是两层的口罩 你有没有去洗手 你有没有去消毒 你所触摸过的东西之后 有没有办法做个尽量的 想办法隔离 想想去年此时 你做过哪些事情 我们记得有拿笔去触摸 这个案件 我们有去做很多 想办法那个感觉再找回来 那这样大家可以出去 那这时候 不再是闲逛的时候了 我们希望你这段时间 想清楚要什么东西 去一去就回来 其实不要太久的时间 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我们认真的看一看 这个疫情有没有再扩大 局限公司跟这些公司 他们都是早晚都会做消毒 那大概就是随身攜带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随身攜带 一些酒精消毒的东西 那如果去接触到这些握把 或是碰到这些公共场合的东西 可能就是随身的这些酒精用品 应该是用得到 一般办公室里头都要先准备好 尤其是比如说公共开放的空间 大家是来办公的或是来洽工的 这些键盘 或是他们可能就是 还是会碰到这些把手 或是桌面这种东西 还是要定期 比如说两三个小时就要喷一下 然后就擦一下这样 学校的部分 因为现在已经放寒假了嘛 所以基本上孩子回到家里来 我们基本上一定会让他有一些 随时会有一些小酒精 他养成勤洗手的一个习惯 那寒假我们今年也不太希望 他们能够常常去跟同学 大型的一些聚会 或小型的聚会 出外尽量减少 然后尽量不要去 有容易感染的地方 那在学习的部分 因为目前我们尽量 也不要去参加一些营队 所以尽量让他们在学校 透过一个线上的学习的部分 然后增加他们在寒假里面的 一些智能的一个增强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家长 能做的事情 居家的管理委员那边非常重要 你家里头多久要维护一次清洁 那你自己出去的时候 是要戴手套 还是用笔去触摸这些东西 都要想 然后再清楚一下 戴口罩 我们这一年来很不舒服 我知道你随时会想要 拿下来戴上去 所以你再拿下戴上去的手 所以要看一下周围 有没有很多人在那地方 在比较空旷的地方 再去做这个动作 当然搓揉一下 搓揉之下之后 马上就要记得洗手 只要记得做个消毒 这些都是生活的小people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讲一下我以前 在台大医院的经验 我们以前工作完之后 通常就是从头到脚 就是连头都要洗干净 全身都要洗干净 然后换下来那个衣服 通常我们就是准备要一套 然后就是在医院穿了 我们就不带回去 回到家也是一样先洗手 如果你没有洗澡的话 就先洗澡 然后一样从头到脚 全部洗干净之后 才去抱小孩 因为防疫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量减少实际 你到市场上 或者超市里面接触的一些几率 那现在线上的一些平台 采购的平台 他们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你不管随时随地 你就可以去做 你想要的一些食物的一些采购 那民生用品 通常都透过这些平台 他就可以很快速的 帮你整理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 很方便的一些购物行为 再来看到国民党前主席 连战的二公子 连胜武爆出桃色绯闻 他被平面媒体拍到 跟一名身材高瘦的女子 一起到餐厅用餐 两个人更多次热情勇吻 甚至还在女方家中过夜 消息曝光之后 连胜武的妻子说 连胜武做什么 他都会和他一起面对 但是连胜武却只说 他不是公众人物 没有什么好重新的 2009年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的二公子连胜武 与空姐女友陆勇佳结婚 婚礼上政坛大咖群聚 关盖云集 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两女 当时的小两口还是甜蜜蜜 公公把他们的儿子送给我 就是最大的礼物了 当时的甜蜜油言在耳 连胜文却被媒体拍到 和一名身高约170公分 身材骨感的长发女子 狮子紧扣不出餐厅 两人的互动就像一对热烈的 情人 连胜文的弟弟连胜武 就是在这间餐厅被拍到 和年轻女子一同用餐 接着两人又前往通话街 酒吧去托 消息传出 连胜武的妻子陆勇佳 态度相当冷静 她说必须跟她一起面对 连胜武要自己出来负责 家是我们的我也不能逃避 连胜武则回应 我并非什么特别的人物 我没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地方 唯一要澄清 是我今年45岁并非47岁 而国民党内则是异常低调 那你可看连胜武的外情 这个不回应 这个个人的问题不以回应 我想 当然胜武是一个很 一个很有礼貌很好的年轻人 那 没有 所以详细的状况我也不是太了解 怎么样来好好的面对处理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除了跟连家友好的李德韦 国民党内都是低调回避 而连胜武虽然是连战的儿子 不过鲜少曝光 这次因为桃色风波 再登上媒体版面成为政坛火热话题 欢迎新闻监运林林万瑜 台北报道 再回来关注党政焦点 国民党将针对挺莱猪立委 发动罢免案 锁定陈伯伟 吴思瑶等人 但是现在最危急的应该就是高雄市议员黄杰 罢免投票案要在2月6号登场 而我们接下来再回来关注 就是韩国瑜的最新动向 市长加油好吗 自从2020年6月罢免音乐会后 韩国瑜低调陈浅至今没有露面 但传闻却一波接一波 不是要选党主席 就是要选桃源市长 甚至传出农历年后就会公开表态 你个人所了解可能会是 就是在等他家里的事情处理完 农历年后 也许应该就可以有机会 来跟大家说明 相信他自己应该也在评估 但是他自己评估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真的也不得而知 韩国瑜的核心幕僚王浅秋 话没有说死 不过也代表韩国瑜身旁 要不要付出政坛 两股势力拉扯拔河中 他当然是跟一般人又不太一样 他的抗压性又更高了 那否则那个时候被黑到这种无远佛界 上穷必落下皇权 那早就一般人都崩溃了 那他基本上他的抗压性是够的 那只是重点是他的使命感 以及他现在想做什么事情 王浅秋一句使命感 似乎也为韩国瑜的动向埋下变数 只是韩国瑜还没出招 国民党内部各势力同样动作不断 尤其最近猛打萊猪议题 让支持度逐渐回温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 31%支持民进党没有太大变化 但支持国民党22% 显著上升5.5% 杨兰蔚的党会之争 选情热起来 觉得不管是像我们今年一直在推的公投 或是说帮忙各地的罢免 我觉得有意要参学党主席的人 都可以在这一些活动上面 或是作为上面展现自己的号召力 党主席的选举是不是可以纳入一部分的民调 所以这个不是从你去排挤谁来处理 而是从制度如何让党内的选举更与社会上的 这个一般大众可以更接地气 目前台面上国民党主席人选有朱立伦将启程 若再加上韩国瑜三方真胜 朱立伦将启程两个特质太接近 票源恐惠互相稀释 韩国瑜拥有升蓝以及网络升量 只要出马胜选几率不低 尤其今年的党主席改选 影响到2022选举的提名权 甚至2024的总统大选 韩国瑜的下一步 党内党外都密切注意 欢迎新闻王家姐杨芷玉台北报导 好我们再回来关注 国民党将针对挺来猪立委发动罢免案 锁定陈柏惟 吴思瑶等人 但是现在最危急的应该就是高雄市议员黄杰了 罢免投票案要在2月6号登场 只是根据国民党智库民调显示 罢免黄杰的同意票远低于不同意票 距离门槛还有一大段距离 对此罢劫团体说不气馁 强调罢劫团体已经是全台湾的公约署 3Q哥陈柏惟为中火厨艺持续努力 就是因为自己被点名是下一波的罢免对象 加上根据最新民调台湾激进党的政党支持度 从12月的5%降到这个月的2.5% 直接被腰斩也成为罢免案的警讯 陈柏惟你在国会投票表决护航莱猪过去通过 那么背叛了台中市民对你的实安付托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你不是挺莱猪的前几名 继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罢免通过后 也让国民党气势如虹 罢免案遍地开花 锁定挺莱猪立委陈柏惟 吴思瑶 但现在最急迫的就是高雄市议员黄杰 罢免投票将在2月6号登场 民进党总动员拼抢救 国民党也不甘示弱 你支持黄杰的人就出来投票 但是你反对黄杰的人也出来投票 罢免这件事就交给凤山 我们当地的朋友一起来自己公爵 但根据国民党智库民调显示 黄杰罢免案同意票比不同意票还少近万人 且离罢免门槛还有一段距离 恐怕难以在地方引起共鸣 无据民调数字 罢免团体预告 1月31号将举行凤山机车大游行 2月5号还有罢免之夜晚会活动 表示这回是完真的 黄杰罢免案倒数蓝绿都高度关注 欢迎新闻林伟凯渝德 勤王长卢高雄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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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